比亚迪一月份的销量出来了啊 卖了20多万辆 这网上有声音就说了 哎呀唱衰比亚迪了 不行啊 颓势进行 那我今天就分析一下 为什么那个从30多万销量 那个降到20万了呢 咱们都知道啊 23年12月份 最最后一个月份是促销 冲击300万辆这个大管目标 所以说肯定有一些促销的方式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大家就卖了 一月份为什么就卖得低了呢 这可能跟比亚迪的计划有关系啊 清理一下库存 可能很多车型还没放出来呢 知道吧 所以说一是跟比亚迪计划有关 第二是这个市场情况 有人说啊 过年了都买车过年有面子 为什么比亚迪销量还下滑了啊 所以说比亚迪不好了 怎么怎么样呢 我感觉不对啊 恰恰相反 有可能 有的有没有中有可能啊 很多人过年来想买车 为了面子 过年放长假了回家吗 一季还乡吗 那咱们得承认呢 开着奔驰宝马 肯定没有开着比亚迪有面子呀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 我说反了 反正就这意思啊 你们理解就行啊 所以说那些人呢 就是为了要面子 怕别人小匹 为了给七大姑八大姨 亲朋好友邻居 证明自己有成就了 一狠心 不追求车的产品 利益性价比 一狠心 花三百万买一个比亚迪配 就为了过年子一个面子 这也是有可能的 大有人在 而行行行 比亚迪 虽然也很喜欢 但是还是过年了 要个面吧 有可能吗 这我自己猜测的 不一定对 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 巨大的问题 证明比亚迪是 巨大的成功 那就是仰望U8 这款车的销量